大家好,我是ChillDee食的Naven 今天是星期日放假 我和家人特意來到九龍灣 喝早茶 由九龍灣地鐵站走過去杜鄉茶居大約10分鐘 由戲院門口出發,經過Simply Life這條走廊 再去到德福大廈 走經馬會的扶手電梯直落 然後在門口的左邊一路向前走 大家會看到紅色招牌 就是一號九龍 我上網查到現在這間杜鄉茶居 在星期六日的早市是有半價優惠的 我發現這間杜鄉茶居的裝修 其實比外面的杜鄉更漂亮 而我今天大約九點半小時 就訂了桌子 進去後 發現裡面的座位 放得比較鬆動 而杜鄉茶居的特色就是 他們的茶是自助的 會有自動的針水機 而且會有茶包 讓你自己加碎 我覺得這個安排是很方便的 你增滿了滾碎後 就可以放回壺 然後按鈕 這樣就可以了 今天這個點心優惠 就是由九點至十一點鐘入單 十一點半之前 要買單和離座 它是用手機落單 它的小、中、大、磚、特點 都是有半價的 數過 其實這裡都有幾十款的點心 是給大家選擇的 因為我來之前 其實我也有上網看過 它說是在點心指 對面的點心 才有半價 我最初都怕數量很少 但幸好 當我登入了它們的手機APP 之後 我發現點心有很多種類 你看到我不停錄 都未完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真的有很多選擇給大家選擇 有半價的當然要點貴食 喝茶的 第一件事當然要試試蝦餃 這蝦餃是專點的 未知之前就38元 看上去蝦餃是很精型剔透 而且是很飽滿 整個蝦餃很帥 很圓 皮方面正常的 不是特別薄 我覺得也不錯 也不錯 而我吃得出 裡面的蝦全都是新鮮 是非常彈牙的 我覺得這個蝦餃大家可以更加濃 真的很好吃 而這個蝦餃我覺得就比較失色了一點 因為它裡面 我夾的時候 是滴油出來的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炸的時候 火會有些問題 吸了很多油 雖然它吃的時候 不至於皮是軟的 但是油粉實在太多了 所以不夠乾身 和不夠脆 至於餡料方面 蝦也不夠蝦餃 那麼足料 而且很新鮮 所以這個蝦餃我就覺得一般 大家可以 不用試 腸粉 是正常的 但我覺得如果它面上 加多一點蔥花 顏色會好多 而蝦來說 它是圓隻 不過我嫌它不夠大隻 如果再大隻一點的話 賣相就好多 但味道方面也不錯 腸粉皮也挺薄 而且蝦 也正常 但不是很新鮮 很脆口的蝦肉 這個我覺得是合格的 然後我點了龍燒賣 然後我點了龍燒賣 這個燒賣 這個燒賣的賣相 我覺得也挺帥 因為它上面 有隻蝦 也挺大隻 放了上面 這個燒賣的賣相 有百分 但我嫌它裡面沒有加到冬菇 只有豬肉 令燒賣的味道 就單調了一點 另外我點了兩個炸物 分別是煎堆 和鮮蝦腐皮卷 首先我要一讚 這個煎堆 因為它的顏色很漂亮 而且這個煎堆 是很熱的 要讚的 點心全部都是新鮮 拿出來的時候是熱的 裡面 裡面是有芋頭蓉的 我覺得 它的味道很好吃 這個我很喜歡 這個褲皮卷 它也很鬆 皮很薄 你看到裡面 其實也有些蝦 也有些蔥 在裡面 我覺得它也挺好吃 因為褲皮很薄 很薄身 這個就是金錢肚 賣相是普普通通 都是正常的 味道就沒有特別 都是黑椒在上面 最後我點了馬拉卷 平浪米卷 這個我覺得也不錯 因為它真的很熱 送上來的時候 咸甜角一點 賣單我點了百碟 點心連加一茶錢 只是194.8 我三個這樣吃 我覺得真的挺划算的 我會很推薦 這裡喝早茶 因為我覺得點心 其實比外面的道香 我覺得這裡是比較好吃的 而且搬家座真的很划算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Chill Day 吃的推介 記得Like我們的Fan Page 我們會不定期在Facebook 會給一些特別的優惠 給我們的會員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今天的分享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這條影片 以及訂閱我們Chill Day的食頻道 下次見 拜拜